欢迎进入军情急报 近日美国空军部长德伯拉里·詹姆斯正式公布 美军下一代战略轰炸机LRS-B的正式名称为B-21 战略轰炸机我们知道一直是美国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重要支柱之一 这年来美国推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大幅加强了对华的军事部署 企图对华全方位遏制 中美在军事领域的博弈也是日趋激烈 此前美军就曾多次派遣驱逐舰和B-52战略轰炸机 战闯中国南海对华进行威慑 而美军不惜砸重金引发新型的战略轰炸机 也被外界认为是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的明显 那么这款B-21未来如果被派到中国周边 会形成多大的威胁呢 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今天军情急报我们来重点关注 在美国空军协会主办的2016年度空中战争讨论会上 美国空军不仅公布美军下一代战略轰炸机 LRSB的正式名称为B-21 而且还首次公布了B-21的软方渲染效果图 从图片上看B-21轰炸机也采用了与B-21类似的飞翼造型 全身黑色涂装但外形比B-21有所减化 与B-21一样B-21也将由美国诺斯洛普格罗曼公司演知 但是美国军方对B-21的其他细节仍然受口如瓶 B-21项目先前的名称是远程打击轰炸机 美国空军要求它能从美国本土起飞 在数小时内打击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目标 取名为B-21 依然它是美国进入21世纪后研制的首款轰炸机 美国空军将在军中正极B-21的绰号 预计今年秋季选定定公布 去年10月宣布诺格公司重要时 美国空军部长俄伯拉·詹布斯说 J型北极将会与空军应对未来高级威胁的能力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则称 他是美军为今后50年所作战略投资 美国空军现役战略轰炸机共有三种型号 即B-52、B-1和B-2 其中B-52图翼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B-1预计本世纪40年代退役 按照美军的作战假定 B-21除了执行常规轰炸和核打击 还要担忽侦查和丢阶战任务 计划装备上百架 美军打算采用最多100架B-21 替换B-52和B-1 首架B-21预计2020年至2030年期间试赔 一些分析人士预计 这一项目的报纸将达到800亿美元 好 大家看到的后面这张图 这就是美国空军公布的新一代 隐身轰炸机的首张官方渲染效果图 那么这种外形非常像 B-2轰炸机的隐身轰炸机 将被称作B-21 有消息透露 B-21将被优先部署在亚太 对华实施战略威慑 那么B-21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飞机 B-21一旦被派到中国周边 将会对我们的国防安全造成多大的压力和威胁 B-21的特点很鲜明 可以看作是缩小版的B-2 它是美国未来远程打击系统 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相比美军现役B-52 B-E和B-2轰炸机 B-21的航程大幅缩小 B-21的作战半径 并不会超过4600千米 不加油航程大约是9300千米 和前辈动辄上万千米相比的航程 B-21实在是推短但却很重 而且这个航程简直就是给打击中国粮神定做的 因为这样的作战半径 足以把中国全境都纳入射程 具体来说 从关岛起飞的B-21 在距离中国大陆900千米出 进行一次空中加油 之后渗透进中国的防空系统 那么这架飞机就可以在北京上空盘旋 5个小时左右 如果中国的板尖弹导弹部署在中部地区 那么从关岛飞来的B-21 也至少能在其阵地附近 待命4个小时左右 与此同时 B-21的渗透能力比B-2还好 B-21的载弹量不会高于18吨 与现役轰炸机相比 B-21载弹量少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打击能力变弱 因为美国专门发展了 适合隐身飞机使用的小型化弹药 按照福布斯杂志网站的说法 24架B-21载一天之内 可以打击1000个独立的瞄准点 折算一下 一架B-21可以打击40多个目标 其作战威力十分恐怖 新一代的B-21还将会大幅强化 B-21原有的对地对海探测和扫描功能 形成完整的情报监视侦查能力 并安装了大量电子栽系统 形成了远比F-18G和F-35更强的电子栽能力 在B-2停产多年 企业价格高昂数量极少的情况下 美军需要廉价版的B-2 来扩充隐身战略轰炸机等装备规模 性能设计上要更适合 未来的信息化战争 采购和使用成本上更低 可靠性和出勤率 以及部署灵活性上更高 近年来我军以天机侦察系统和反舰弹道导弹 为核心的区域拒止战法逐渐成型 对美国航母打击群形成单向打击优势 极大的遏制了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能力 为了应对我军的威胁 美军提出了空海一体战 力图恢复行动自由 重掌军事斗争主动选 而B21的目标就是作为海空一体战的先锋 说白了就是美军专门针对中国定制的武器 B21最大的优势就是其非常优秀的隐身性能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破对方的防空网进行打击 那么中国有发现和打击隐身战机的能力吗 我们不妨从解放军报近期勘采了一条消息来说起 2月11日出版的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战营翱翔捍卫海空安宁的文章成 2月10号上午10点左右 东海舰队侦察台卫通报 或东海防空识别区附近出现不明目标 指挥员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参谋长张健 立即向战备分队下达命令 东海舰队数驾战机数分钟后 进入防空识别区警戒巡逻 某舰载直升机团的直升机 随舰在相关海空域战巡 多个机场的数架直搬战机导弹上架 随时准备升空待战 不过报道为对外公布 不明目标所属的国家及相关资料 由香港媒体则报道称 不明目标其实就是美国的F22隐形战机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建设 中国东部沿海则是世界防空火力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一旦发生冲突 这里绝对是美军战机飞行员最恐惧的空余 有军事专家认为 中国目前至少有两个方法或进展 可以有效应对美军的隐形战机 在2014年初海航展上亮相的一款外星奇特的 中国新型相控制雷达 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这款雷达的型号为JY-26 是一种远程有原相控制雷达 用途主要担负远程对空警戒引导任务 它的探测距离远达到500公里 目前大多数战机的隐身射击 主要是针对分米波 厘米波和毫米波波段的雷达 而有原相控制技术 能实现更大的功率和探测距离 因此也被认为是对反隐形技术有重要作用 所以JY-26这款新型有原相控制米波雷达 有能力让隐身战机现身 据专家透露 2013年3月底 部署山东的JY-26雷达 曾经监视了美国空军FR-22战机 在韩国飞行的全过程 此外 对付引擎目标还可以采用无原探测系统 在这方面 中国的装备和手段也很多 2月10号 也就是大年初三 我东海防空识别区附近出现了不明目标 东海舰队数架战机 随后进入防空识别区警戒巡逻 有媒体称 该不明目标其实就是美国F-22隐身战机 那么这是否就表明了 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 发现隐身战机的实战能力了呢 中国军方报刊主动公开此事 又释放出怎么样的信号 就这些问题 我们来连线专家尹卓先生 听他的看法 这个F-22来了 我们当然有手段发现它 因为F-22最终隐身目标 它并不是绝对的隐身 对米波雷达 绝大部分它是没有办法隐身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东海方向部署的雷达 是有各种性能的 不同的波段 不同的这个频率 因此对这个像F-22这样的目标 我们是有能力发现 另外我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预警机 像空警2000 像我们空警500 都可以发现 我们对美国的F-22 我们它来以后正好验证一下 我们对它的探测能力 另外我们军机升空以后 对它的查证能力和我们军机的雷达 对它的发现的能力 这都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一些 这个隐形目标 那么对我们的武器系统 对我们的这个雷达系统进行检测 这是有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说呢 美国人是不长记性的 他们总是喜欢教导别人 怎么做怎么做 近期在南海问题上 美军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军事挑衅 美军太平洋司令卡里斯 甚至是口出狂言 声称要继续派遣美军的舰船和飞机 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 以维护所谓的扛行自由 第二遥控炸机 未来如果真的被派到了亚太 中国应该如何反制呢 除了拥有发现像类似 F-22隐身战机的探测手段之外 我们又有是否还有别的反击手段 空军专家傅全少认为 如果美国未来把B-2洋派到中国周边 对付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首先如果他像B-2一样 需要专门的机库 那么他在亚太地区部署的数量将很少 恒温恒湿的可可要求 将是机库成本非常高 其次周边地区能供他使用的机场 是能数得过来的 也就是冲绳 关岛和韩国的几个基地 但不要忘了 飞机是隐身的 但机场隐身不了 任何一款隐身飞机 只要停在机场上就隐身不了 而且是活靶子 机场多像航母 它跑不了 傅前少认为 美国未来把亚太大量部署B-2洋 扛行不大 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才把驻扎在冲绳的海 军陆战队分散部署到关岛 因为感到不安全 中国 俄罗斯 甚至朝鲜 都有办法打击机场 那一名中国军事专家则认为 B-21的威胁程度 还要看它的隐身性能 到底有多强 目前发展的一系列版隐身技术 例如多机制雷达 填波雷达 被动雷达 外辐射源雷达等 已经能够发现 B-2F22这类隐身飞机 尽管还需要实战检验 B-21如果采用了更新型的 全屏端全项隐身技术 有的技术能不能有效发现 还不好说 这也为抗击B-21这类目标 增加了变数 但总体来说 打隐身轰炸机 要比打类似F22 这类隐身战斗机 更容易一些 客观地说 B-21轰炸机的作战威力 确实是非常的强大 而根据美国空军的要求 B-21轰炸机的服役档机 安排的仍然非常紧凑 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 仅有10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 10年左右的时间 B-21轰炸机就有可能 对我们形成 现实的真正的军事威胁 因此 B-21发展值得我们 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为一旦这种装备裂装 将会严重弱化 防御一方的作战能力 东方直接可能再次出现 严重的失衡 所以我们必须要为与筹谋 尽早考虑应对措施